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访问 过去包括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都曾经访问过北韩做国事访问 那当然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北韩最受瞩目 是因为他跟月底的G团体的川习会时间非常的接近 那么所以呢当前两天这个北京宣布这个消息之后 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动作目的是为了要累积 累积中美贸易战的中方的一个筹码 显然有发生的效果 所以很快的在习近平要访问平壤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没多久川普跟习近平通了电话 那迅速的就确定了下个礼拜 28 29号在大阪举行的G团体会议上会有川习会 所以这两天我想全球股市经济情势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时事的一个讯息 这个通完电话之后 另外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是中国大陆的央视 我们记得前两天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中美贸易战达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就不断的播当年的这个抗美援朝的一些电影 那么当时的这些电影 包括英雄儿女上甘领等等 那被解读是想要在国内要营造对美国的同仇敌忾的气氛 好那现在呢 两个领导人通过电话 而且确定了月底在大阪要正式的会面 这个央视也立刻就改变了 改变了就是把原来的抗美援朝的 愁美的这一些的电视节目通通都停掉了 现在改播什么呢 现在改播这个中美军人抗日的爱情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黄河决恋 黄河决恋 这个黄河决恋讲的是二次大战期间 美国飞行员欧文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因为废机坠落在中国境内 那么跟中共八路军的女军人安洁 相遇相爱一起抗日的这个故事 那么从原来的抗美援朝 愁美的这样的电影 立刻因为川习通了电话之后 央视立刻就换了一个脸孔 马上转而改播出中美爱情故事电影 所以大陆网民就笑称说 说这个CCTV6就是电影台了 什么时候成了中美关系的情依表了 然后这个另外有人写说 上干领打完仗下来就开始谈恋爱了 叫做话锋转变太快 我跟不上 这个其实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告诉大家 所谓的电视台 所谓的媒体 所谓的新闻报道 在中国大陆 它基本上就是党跟政府的喉舌 它不是真正我们概念上的媒体 这是我们必须理解对大陆 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转向 大家不要太意外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好 理解中国大陆 那么是不是需要在国安法的部分 用这么重的一个罪来定法 这是昨天在立法院的最大的争议 因为通过了立法院三读 通过了这个修正国家安全法 那么共谍 如果说我们国人 那么成为被中国大陆吸纳成为间谍的话 可以处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是重刑 而且最重可以重罚一亿元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是限制或者退役的军公教人员 经判刑确定之后 那么就算你出牢 坐牢出来 还是都剥夺你退休的终身奉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这个变化过去没有发生 在反共时代没有发生 那么反而在现在已经是民主时代 而且刑法一百条已经废止了之后 反而新定了一个这样的立法 那么当然有些人就认为说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当然我必须很客观的讲 那么它有一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有人讲说怎么建时期都没有这么严格 这个错了 建时期不是用判刑的 建时期如果你是共谍 抓到是共谍 那是枪毙的 那不存在 那是军法的一个体系 而且坦白说 建时期的两岸社会往来 相对来讲是非常的寥寥 非常的少 这个跟现在两岸社会这么如此的频密的往来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我想也很重要 就是说 大陆从今年开始提出了一个习五条当中 有关两岸统一的一个方案跟方向 这个跟过去只有一个 一国两制的这个和平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已经做法已经不同 它是有步骤的 它是有架构 它是有方案 有方向 那这种情况底下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共谍的这个概念的话 以今天的时空来说 某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一个抗拒统一的一个法律的立法了 当然抗拒统一在台湾 也有它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争议性 因为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是一个统一的宪法 只是说呢我们所定的这个统一的宪法 逻辑上当然是由中华民国这一方来统一对岸 但现在你实际上面临的状况是对岸要来统一你 而且对岸的这个实力要比你强大很多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就会出现了一个国安法的这个修法 是这么一个背景 好那这个背景修法之后 我看到媒体界当然有若干的批评评论 但是大家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现象 昨天立法院朝野并没有为这个事情打架或吵架 换言之主要的在野党国民党也认同这样的一个修法 那这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台湾 尽管蓝绿各有所值 而且通常都把统独喊得很大声 但其实如果从昨天这个立法的一个背景发展来看的话 台湾的蓝绿那么跟红之间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以前我们习惯听到说 独派的人就骂别人是统派 骂别人是共谍等等 这是这个亲中等等 但如果从昨天这个立法来看 我必须讲至少在国会里头 现在的蓝绿主流的声音还是反共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背景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的势力也好 红色的这一块也好 在台湾的国会里头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能够成为一个 足以影响立法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第二点我想这个国安法立法 还是昨天那一样的话 如果说在野党真的有争议的话 那么它应该要发动很多的抗争 但是我估计就算明年国民党在立法院拿回多数 国安法这个已经修改的部分 我相信他不会去改他的 就算改也不是往相反的方向去改 这应该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要请这个张雨勺先生 他是两岸政策研究会的研究员张雨勺 来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从香港的问题来聊起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张雨勺先生 雨勺兄早 亲友大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这个香港问题一直都大家关注 大概我的节目上只有昨天没有谈到香港 但是今天又要谈香港了 因为前两天都谈香港 是因为礼拜天 这个上个礼拜天16号刚刚游行过 这个超过第二度的超过百万的人次 那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特首 林郑特首他日前记者会上表达道歉 但是他不策案不策案 现在香港大学生昨天已经提出最后期限 呼吁林郑要在今天下午五点前 回应四项的这个诉求 那么否则的话呢 他们21号就是礼拜五要升级抗议行动 那这个当然早演的应该就是第三个周末了 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那因为7月1号是香港回归的纪念日 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看起来 一时两刻恐怕会一直 这个能量会一直延续到7月1号 那么7月1号就会跨到了这个川席会 在大阪举行的时间 所以我昨天节目上讲说 这个林郑的压力一定很大 你不好好处理的话 到时候你让国家主席在大阪跟川普交手 结果你在香港在后门在烧火 在同一时间再来个百万人的话 怎么办 好关于整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我们在节目上已经也做了很多分析 那今天我想请雨少年来谈一下 到目前为止你看到这个香港 反重中运动还在进行中 这个对台湾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离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但直接要对这个初选 还有这个当下的政治人物的民调 会有影响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非常明显 对蔡英文来讲 他这次会胜出这个赖清德 就是说因为他在两岸关系的态度之上 是比较坚定的 从这个习无点讲话 或是说六四 一直到这个反送中 有人说这是帮蔡英文加分的 一个很重要关键 我觉得民主政治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是对的事情 政治人物他会加码 会不分蓝绿 我们也看到国民党的这个朱立伦先生 或是说像郭台铭先生 基本上都表示他的态度 韩国瑜虽然第一时间没有讲清楚 但是在这个游行的当天 16号游行的当天 他后来也表示了 也表示说这个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对初选会造成影响 民主政治只要是对的事情 如果你不做同样的操作呢 会直接影响到民调 这民调影响到最明显的是柯文哲 我们可以发现柯文哲对于这个反送中的态度 基本上是比较暧昧的 那可能跟他争取 这个要去双城论坛的举办 是有关联的 像是柯文哲先生 柯文哲市长 在之前还有批评说 不是批评他说两岸关系 不是国际关系吗 他在描述这样一个现象 只是很多那时候觉得意外 所以说在反送中 他讲的也是事实 但是就讲不讲出来 这是态度的问题 因为他讲的是时机 虽然他当然可以解释说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里面说什么大陆地区 台湾地区 OK 那为什么不交由外交部来处理 这个两岸关系呢 为什么有陆委会 还有这个法云的基础 但是你为什么要说这个 对 他可能没有算到 对 讲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他为了争取双城论坛 他不需要做一些 说明跟说法 因为北京 在他说这话之前 对 不论是北京或上海市台办 都还没有说明 今年七月份的双城论坛 是否举行 可能柯市长觉得 他必须要说些什么 去了解一下对 对面的这个意图跟想法 但明显的地方就反映在 柯文哲的这个民调之中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 跟蔡英文的支持者的 重叠性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都是比较年轻 然后呢 北部地区 对 然后呢 这个都会的选民嘛 所以当柯文哲 刚好不小心 逆向做这样的说明的时候 我说这个反送中 是他没有算到的 没有计算到的 就两波的游行 爆发出来之后呢 那大家会做这样的一个检证嘛 这个检证是 连韩国瑜 都说不接受 一国两制 要over my dead body 而柯文哲却急着 给大家一个印象 急着要去表态 去为了争取双则论坛 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双则论坛是什么 只知道 这个阿伯啊 或是说柯文哲市长 他好像对于这个 两岸关系有他不同的见解 所以我觉得 因为离大选 还有一段时间 国民党现在的初选 这礼拜才要发表 国阵发表会 他们有三场 那我觉得是不是说 两岸关系 对这个明年大选的影响 是会有的 只在于说多更寡 那还有这个一定的时间 还可以在观察 还可以在观察 那只是我刚才说的是 是反映在当下的政治现实 也就是政治人物的民调 还有呢 蓝绿两党的初选 如果从近期的一些现象 来观察的话 大概绿领 当然现在蔡总统 已经确认是有他代表了 但不管是他还是赖清德 在两岸论述上 反相对单纯 对 他就是一个方向 那么台湾主权的维护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只是我要补充一下 是说赖院长的起手势 对 就是他投入这个初选的起手势 就是表明说 他们接受一国两制 台湾应该香港话 反对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但是这个议题 居然没有投射在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 有可能认为 因为他本身的那个 在光谱上被定为是一个 最毒最绿的这一块 但是他后来 反而往稍微中间一点靠 有些选民就认为 他跟蔡总统论述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所以就刚刚 因为蔡总统原来从中间 往稍微 而且他的角色不明显 因为行政 他过去所担任的职务 跟两岸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他最后是立委 台南市长跟行政院长 虽然他跑到上海去访问的时候 还说台独等等 但是因为他的角色 跟他的职务 跟两岸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联 相较于蔡英文总统 他有身份上的主场优势 所以一样是反对一国两制 反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蔡英文的角色是比较显性的 而赖金德的角色是比较隐性的 毕竟两岸跟国防 还是总统来管的 这个职权 但是我要谈的是说 蓝颖的这个重选将 似乎在两岸论述上 的确碰到一个很大的瓶颈 这瓶颈本来 本来两岸的路线 或者两岸政策 特别是九二共事 长期以来是蓝颖认为说 可以让选民来支持蓝颖的 重要理由之一 因为蓝颖的这条路线 可以确保两岸 维持和平 繁荣 往前走 可是今年一月习近平的 习武条出来了之后 现在蓝颖 是不是碰到这样的困境 我看到郭台银的一些谈话 甚至韩国语的 这个都有一国两制的 这个谈话 那么大陆也开始出现 很多对他们两个人 不以为然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这个是不是让他两边不是人 会不会让蓝颖的 这个 在这个两岸论述上 碰到这种困境 因为本来九二共事是一个 建设性的模糊 对 他他的精神很多听众都了解 所以一个中国各式表述 但是两岸关系 当然是有两边的互动 所谓的这个建设性的模糊 模糊程度上是双方的默契 还有当下的政治氛围 所造成的这个实责效果 2005年 一直到2016年 我一直认为 2012年 16年对不起 应该是九二共事 发挥他政治效果的阶段 不论是在习近平的这个 十八大到十九大 第一个五年 甚至胡锦涛的十年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至少北京对于对台政策部分呢 还是维持一向的温和 我的说法就是 就是执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有寄希望台湾人民 所以都有很多会台的政策 这个分水顶 当然是遇到这个太阳花的时候 受到一些挑战 所谓的会台 是不是变成少数人的这个口袋 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 当然是刚才青龙大哥所说的 这个很重要变数 还是跟北京对台政策的战略 是有关的 当过去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时候 而且模糊 模糊的时候 那么在马政府时期 就签了很多协议了 至少三十一项协议的前提 就是九二共事 从2005年 国共开始启动第三次合作 有许多论坛 像海峡论坛 或是国共经贸论坛 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所以说 他大概有效去做某些的 政治经济的运作 跟分配 或是两岸的交流的前提 那我说很重要的地方是 国民党没有变 他没有变过 从2006年来 对九二共事的说法 没有变 但是北京 对九二共事的说法 是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调整是什么 一中趋强 各表变入 模糊减少了 对 模糊减少了 减少了 他只是把以前 不说的部分说出来 是 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跟张雨勺 我们要再聊一聊 香港的未来 这里头当中 所谓的民主赤字 有没有一些台湾 可以提供给香港的 POP壮新闻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关于香港的情势 我们在节目上 曾经以弄过 专男作家张洁平 他的一个论述 他认为说 赞宗跟这一次的反送中 那么最大的区别是 赞宗是香港人 是要追求一个 手上身上不曾有的东西 叫民主 那么现在反送中 是要捍卫一个 手上已经有的东西 不要被拿走 叫做自由跟法治 好 但是民主 是不是还是香港 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的一点 一个不是由选民产生的 这个特首 那么他对整个的 这个香港施政 他就不是只有 他就不是从香港人的 角度来看 他可能一大半 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送中条例 之所以港府会展现出 那么样的 包括一开始的傲慢 没有理由的坚持 那么把群众的反应的 这个上街呢 当做叫做暴乱 等等这些行为 那么如果说 这个2014年的这个 战中之后 如果普选 能够真的普选的话 相信这一次 就算有争议 如果要定个这样的法 有争议 他也不会是这样的形式 因为这个特首产生的权力 已经不一样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不能说 光有法治跟自由就可以 因为民主的形式 还是会影响 法治跟自由的一个发展 这当中 我们今天 接下来就要跟 宇小谈一个观念 就是英国外交大臣 那么在 这两天 谈到香港的问题的时候 他认为说 香港要进行改革 来填补他的民主赤字 这个democracy deficit 我们以前讲说 这个威权的红利 跟民主赤字 以前有人用这样的形容 台湾的 就是说 威权时期 在威权情况下 你会产生一些 施政的效果 这个叫红利 包括经济上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他会累积民主的赤字 负债 或者讲负债 那现在香港看起来呢 已经包括连英国 这个他原来的殖民母国 都认为说 因香港需要来改革 来填补他的民主赤字 这个背后讲的意思 其实就是讲 要回到了一个 有关真普选的问题 好 这个 以曹 你也对台湾的 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 也很了解 你这也从台湾民主经验来谈 民主赤字 至于香港怎么填补 那台湾本身 民主赤字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这个状态呢 刚才听到大家说 非常好 就是说威权红利 最主要的概念是在于 有效率 对 特别是说 如果这个效率 放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话 对 不论是台湾过去 亚洲四小龙时期 或是中国大陆 在2000年以来 加入WTO以来 我们会发现 就是威权对于 这个经济的发展 或成长 会有点正向关系 但是呢 他所付出的代价会是什么 他所付出的代价是 合法性不足啦 或是呢 代表性跟多元性的问题 所以这是威权的红利 可是问题是啊 在民主政治时期 有个很重要的精神 应该叫 刚才那个英国的大臣 会这样说 就民主政治 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 应该叫宪政主义 那宪政主义有两个 基本的诉求 第一个叫做呢 限制政府权利 简单来就是小政府嘛 威权国家都是大政府 大有为的政府 十一住行他来负责 对是小政府 为什么要小政府呢 因为多数人认为啊 政府往往或国家 往往是强害人权啊 一个很重要的 是西方的 对对西方的想法 对对对 所以说呢 这个保障人权啊 不论是啊 人身安全猛于恐惧啦 或是言论自由 即位结社啊 当然只有分 消极的自由 跟积极的自由 他会做得好啦 OK 但民主国家 现在的这个台湾的问题 在于哪里呢 台湾在于说啊 政治精英啊 学历都很显恶啦 而且啊 是每个政党 显赫不是显恶 显赫 然后呢 都是政党所栽培出来的 对 结果呢 不能解决人民的需要 什么需要呢 当然又遇到了 这个十一住行 跟经济的问题啦 台湾的经济社会 很复杂 但我们看 从马总统 到蔡总统 基本上 学历都非常显赫 而且呢 都是这个 有从政丰富的资历 选举都有嘛 这个都有选过台北市长 新北市的市长 虽然三位没有选上 而且呢 都担任过政务官嘛 对 这都是啊 政党所标榜出来的精英 结果显然不能解决 当下的问题 台湾在更复杂的地方是啊 我们实行半总统制 或双双党制 大家都有那个 救世主情节 都期待这些精英啊 你握有全部 你看两次啊 都是蓝绿 完全执政 满旧时期啊 立法院的多数 还是国民党 现在呢 这个立法院多数还是民进党 在这样状况之下 民主的代表性跟正当性 反而不足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不投票啊 或是啊 我不寄希望啊 你这样的人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所以民粹人物啊 在这个时候就会崛起 所以民主呢 永远在两个东西啊 会说政治制度都会在 两个东西呢 做摇摆 什么摇摆呢 效率跟代表性之间 那现在问题来了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现在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 香港这一波 针对害怕他的法治 跟自由的沦上啊 是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没有民主的程序 的产生的特首 的关系啊 但是从台湾经验来看 当你完全民主了之后 你要留意的是 反而走向另外一个 民粹的一个陷阱 是 但香港的问题啊 可能跟台湾 还是有点落差 陈如青龙大哥所说的 其实泛民主派 或是多数香港人 对于这个政治的要求 是什么 其实就回复到 一国两世的初衷嘛 那更重要的地方是呢 你给我双直选嘛 特别是啊 这个立法会啦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特首 对如果今天 香港最高的行政长官 呃他今天不正 他在民选产生的话 他的施政才有正当性嘛 如果某个程度上 是要期待北京关爱的眼神 你可能跟香港当中 人民的利益啊 会有所冲突 同样的是地方是 立法会也是 第二位是香港最高的这个呢 民意机构嘛 啊你这个行政 那我们都说过 民主还有另外一个精神 依法行政嘛 你香港特首的正当性不足 医的法 立法会通过的法 嗯 未必都是香港要的法 比如说呢 像这一次的这个 反送中的逃犯条例 嗯 你制定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符合 这个香港或港人啊 所要的 这恐怕是会有点落差 其他部分呢 反而就会变成是啊 我说这次反送中 刚才在休息的时候 我跟其中大哥讨论过 它是一个恐惧总和的爆法 没错 虽然法的条文有争议啦 对 但是啊 没有到那么严重 坦白说 这个愤怒啊 跟这个社会能量啊 跟这个法之间啊 对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比例 没错啊 因为这个法啊 虽然有争议啊 它不是那么恐怖的一部恶法 里头还有很多有关将来 包括说司法所谓的 还有三十几条的弹书啊 对 它有很多弹书 而且这里头 坦白说也还有一个是 香港法院啊 可以发挥的角色啦 可是就你刚刚讲的 总和的这个爆发 恐惧总和的爆发啦 因为我们讲说中国大陆的法治概念啊 跟香港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如果白漏啊 就是说它的法治啊 是政府用法的名义来限制老百姓的权利啊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类比啊 就是说在基本法订定之初 1992年 因为贞民母国的英国 他自己也有逃犯条例嘛 对 他本来最原始的内容说啊 香港在逃犯条例前啊 跟其他国家签啊 司法互助或引渡条例的时候 有三个很重要要件 他必须要跟呢 司法制度 这个司法就是司法独立啦 第二个呢 刑法制度 刑法制度啊 是什么概念呢 要有无罪推定啊 第三个是人权保障 相同标准的国家或地区啊 来签这个引渡条例啊 当年当初说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然不包含中国大陆啊 因为很简单的地方是啊 英国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 这三个坚持呢 过去也落实在对于这个香港的管理的内容 OK 虽然香港是殖民地 但香港享有跟英国一样的法治 那法治如果从司法来讲 就我刚才说的那三个 司法独立不会被行政干涉嘛 他们都知道 只要当中国中共啊 有所谓政法务 不是因为他是一党领政嘛 而且呢 他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啊 还讲到说要亮剑坚决反对三权分立啊 这是一个坚决反对司法独立 这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的确了啊 所以用讲到最后来说 就是体制的差异 而且呢香港社会这一次的动作就是希望 这个北京当局能够真正的啊 能够真正落实一国两制 承认两制的一个差别 还有千万要是刚才说非常好 lure by law跟lure off law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那当然当然 中国大陆现在才开始慢慢走向lure by law lure by law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政府体制的运作必须要有规则可循嘛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呢要有可预测性嘛 比如人家讲是说啊 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应该被改变了 嗯 这个人家讲就是说 他是在扩权嘛 那lure off law是什么 我刚才讲的 对于人 你讲的可能刚好相反哦 我说如果off law off law是对这部法律的尊重 by只是一个程序的过程 对对对 所以法治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制度的制 一个是治理的制 了解对对 中国现在才在制度的制而已 而香港过去呢 在没有回归之前呢 他已经是法治治理的制 这个讲起来就是这个区别了 最大的一个区别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聊聊一聊 另类台湾人看一国两制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针对香港的情势 那么有一位住在香港的 57岁的这个大学教授 林友诗 那么他在今年全国两位 出了一阵风头了 叫平反的台湾女孩 用朗诵调的方式 为这个大陆来送洋 那他这一次评论 这个香港的占中 那么他有一句话说 他说这个是一个香港殖民 跟台湾皇民心态的作祟 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在网上引起很多的争论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台湾的名嘴黄志贤 在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做一个演讲 那么他对一国两制 被吉称颂 那么认为这是对台湾 最大的一个尊重体贴 也是对台湾最大的善意 这当然也引起很多的争议 特别是他的哥哥 是台湾市长 这个黄伟哲 那又是丽颖的这个市长 那这个对比性 冲突性很强 当然黄志贤也有他一套逻辑 好这个 雨桑你怎么看 这样的另类台湾人 两位女士 应该说都是高知识分子 那他们都 对他们的信仰 也都非常的执着 我们怎么样看这样的 另类台湾人的一个思维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 言论自由的社会 对于不同的意见 本来就应该要包容 这是我想是两岸关系之中 台湾跟大陆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至少不会是一言堂 OK 这个两位小姐的言行 不会影响到他在台湾的身份 虽然如果会说 针对黄志贤的东西 可能要法办 可能有疑虑 但我觉得我跟很多法律专家 办不成 办不成 没有根据 你的言论自由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 他没有把这样的组装 化为什么 有组织性的 我们昨天这个管法才修改 当然刑法里面 很重要的地方 法律谈的是构成要件 你的言论自由 没有化为实际行动 或是组织 或是有所谓颠覆 或被间谍的时候 你要法办他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姿态的表示 就主管机外来讲 他也在提醒民众 因为在限期一段反送中的时候 海峡论坛正在举行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海峡论坛 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着重 两岸经济社会 我们要交流 或是讲青年交流的 黄志贤在这个场合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提醒听众的地方是 并不意外 因为他在特定的节目 或是说在台湾的一些媒体上 这是他长期一贯的言论 他的确始终如一 他有他的逻辑 比如说他认为台湾要能够有好的发展 就必须要搭着中国梦的列车 所以这个逻辑是一致的 但我个人认为 这恰恰凸显了台湾的制度的优点 我虽然不认同 我也不太认同黄志贤的说法 但你的说法是有逻辑性的 第二个是 言论只有保障的 在这样状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尊重他 而且刚才听说大家讲的 很重要的地方是 那Lure of Law 对 Lure of Law也要Lure of Law 你要拿什么 这又不是那个戒人时期 刑法一百条 有所谓的内乱外患罪 你只是把过去在台湾的言论 搬到中国大陆去说 请问他输了之后 对啦 最多会造成某些人的不舒服 或是社会舆论的 这个踏法跟批判 他对台湾社会 现阶段两岸关系 有没有造成实质影响呢 没有 最后一点呢 我认为这个黄志贤的说法 为什么也会引发他的关注呢 因为各位想想看 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要 我就不要批评一点了 你不能让中国的民众 有一种印象上 你代表所有台湾人 我们去中国常开会嘛 那我发言的第一句话 你都会说 我不代表民进党 我也不代表任何人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你可能在这样的画面 因为他这个画面 会不断在中国内部 不断的播出 那许多中国民众会认为 接受一国两世 也许是台湾人多数的想法 或者是台湾民意跟民心 可能都被黄志贤给体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要批判他的 没有错 没有错 其实就是刚刚这个雨嫂讲的 之前我跟他也很熟 我觉得他的言论在台湾 不能说是多数人的意见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共鸣者 必须讲 而且他也是他的根据 包括宪法上的一些规定 你只能讲说 他是一个认为两岸统一 对台湾最好的信仰者 那他这样的信仰的人 用他一套论述来讲话 这本身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差别只是在于说 不要让大陆社会认为说 这就是代表全部台湾 那即使台湾维持这样的多元 跟尊重少数 这是一个很可贵的民主 这样的民主就表示说 这20年台湾民主 绝对不是鬼混的民主 好谢谢雨嫂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明天见